病毒呢我们刚刚有讲过 它是借由飞沫跟接触传染 飞沫举例像我打喷嚏 我可以把这个喷嚏呢 喷到很远的地方 传到另外一个人身上 那我最远就远 我竟然可以传到2.5公尺 所以这相当的远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说 这个距离跟距离之间 要抓两公尺 就是这个原因 那如果我不是打喷嚏 我是咳嗽或普通说话 也是可以就是近距离的 这个传染给别人 那当然就可能就传不到 2.5公尺那么远 可能就是1公尺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个人跟个人的距离之间 现在都会强调说 要有一公尺的一个 保持距离的一个状况 就是根据于这个飞沫呢 它可以传达的距离来做决定 那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有的时候呢 我们很警觉 有戴了口罩 但是有时候东摸西摸 我们自己 比如说有新冠病毒的人呢 他东摸西摸 然后他再去摸周边的环境 他去摸大众捷运系统的手把 他去摸门把 他去摸电灯的开关 他去摸电梯的 这个楼层的开关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把病毒放在 带在上面 那第二个人再过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在触摸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带到自己的手上 当他又用自己的手 再去触摸我们的眼耳鼻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传到自己的身上这样子 所以这其实 在接触传染的部分 是相当的重要 它是看不到的 隐形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这些传播的途径 这样子就会出露 regarding YouTube 楼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